邀詐勞工 政治黑手 撤銷一成 独裁政府 邀詐勞工 政治黑手 撤銷一成 各位美女朋友 立法委員行違法第二章倫理歸在第七條 第七項脅迫他人為意識之作為或不作為 對依法行使職權醫事人員做不大事要求或干擾 第十項對其他違反委員因共同違反之規則 今天國民黨要在這邊告訴所有的國人 民進黨就是獨裁的政府壓榨勞工 民進黨伸出政治黑手進行撤銷已經發出的開會通知 跟議程一例一休出賣勞工不敢討論 今天魏環委員會 今天魏環委員會要變更議程討論的是重大的勞工議題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報紙 今天的重點還是勞工的議題 勞團已經要到行政院去抗議了 民進黨護航不敢討論 民進黨護航不敢討論勞工議題 我們要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譴責 譴責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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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這個勞動部的官員要到現場來 今天我們討論的議題是有關於勞工重大的議題 包括一例一休還有很多的工會罷工的議題 麻煩現在去請勞動部的官員到現場來開會 真正招委的議事權利 蘇嘉全來黑手不要聲的委員會來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的一個議長 竟然可以下令要求議事人員 把發出去的開會通知還要再撤銷 已經發出去的電子公文 可以要求議事人員 一通電話一通電話打去要求撤銷 從來沒有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就是你最不遵守 我覺得今天立法院 蘇嘉全院長口口聲聲說要回歸委員會 要回歸委員會 結果委員會做的一個變更議程 竟然可以撤銷 我們要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譴責 譴責民進黨 譴責民進黨 是立法院最黑暗的一天 為什麼最黑暗的一天 因為 這個 在103年4月 4月17號的時候 這個何欣存 他也是在4月16號 臨時變更議程 17號就可以討論 還有105年3月 這個7號 劉士方也是一樣 變更議程馬上 就可以開會 我認為說齁 這個民進黨 尤其 朱嘉全院長 政治黑手 升到委員會裡面來 有一個幕僚長 來撤銷 所有今天排的議程 我認為說齁 這個是政治黑手 升到委員會來 政治黑手 升到委員會來 這個 你要講他們有多次 我們所有的變更議程 都是合法的 而且有錄音錄影 有錄音錄影為證 有錄音錄影為證 民進黨 大碗兩面手法 首邊要拿勞動的選票 又不敢正視行政院 勞動部登 丟出來的問題 今天的委員會 你們就是不敢正視 週休二日 七天假日的問題 所以你們不敢面對 勞團的抗議場景 民進黨大碗兩面手法 今天這個議題 不是藍綠的問題 是廣大勞動的議題 民進黨借今天的杯葛議程 民進黨借今天的杯葛議程 蘇嘉全的院長 蘇嘉全的院長 首堅聲進來委員會 不敢面對今天 國定七天假日 到底三不刪除 一例一休 到底可不可行 來欺騙所有廣大的勞工 今天樓下包括行政院 都有很多的勞工 面對未來勞動不要的修法 有很多的意見 試問 這不是民生 廣大民生重要的議題 為什麼 民進黨 不敢面對問題 不敢討論 為什麼不敢面對問題 不敢討論 民進黨 民進黨 不敢面對勞工 不敢面對重大議題 我再告訴各位 昨天本席變更議程 最近 下禮拜本人會馬上排 尊重職位 為什麼你可以排 本席不可以排 今天就要討論 今天為什麼不能討論 你給一個好的理由 今天為什麼本委員不能討論 勞動部的版本 今天就要送到行政院了 為什麼立法院不可以監督 民進黨立委 你們在怕什麼 你們在護航什麼 為什麼不敢爭取勞工權益 在今天好好的討論 為什麼不敢討論 為什麼不敢討論 心虛了嗎 怕了嗎 選前只要勞工的選票 選後之後就把勞工泡一邊 這就是民進黨的真面目 今天很高興聽到民進黨委員 說要遵守議事規則 我們王毓民招委 昨天完全合法變更議程 根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16條 特殊情況可以變更議程 民進黨過去三次都有 臨時在同一天變更下午的議程 今天是立法院秘書長 將黑手違法撤銷我們合法變更的議程 這個是非常民進黨完全不遵守議事規則 政治黑手我們來到委員會裡面 我哪有宣布散會搞清楚好不好 是休息好不好 民進黨 政治黑手 升進來委員會 搞得一群人員要請辭 搞得劉主命要請辭 政治黑手昨天晚上八點半 升進委員會 搞得一群人員必須要請辭 誰下的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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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不是第一次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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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不是第一次變更議程 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民進黨每常常在變更議程 面對廣大勞工的訴求 為什麼不敢討論 今天如果認為勞工的議題是重要的 應該不分難力 今天立即討論 勞工的議題 今天立即討論 勞工的議題 今天不敢面對 不敢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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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面對問題 民進黨大玩兩面手法 你不敢面對問題 不敢面對議題 不敢面對議題 對 對 對 民進黨變更多少次 我們就不靠 市民黨 劉士芳召偉 因憲兵非法搜索事件 當天變更議程 對 警體委員會 105年3月15號 林賽華召偉 因農氣課稅 對那個沒有關係 都可以變更 太多前例 太多前例了 勞工不敢專案討論一例一休的問題 遵守議事規則 昨天主持會說你生活昨天的會議結束 沒法撤銷合法變更的議程 如果你昨天無故結束又來將二搞 如果這樣可以搞的話以後立法院就沒有議事規則了嘛 就是把黑手伸進去 違法黑手伸入委員會 違法撤銷我們合法變更的議程 清清楚楚 要不要開會 繼續講 繼續講 我們要真一個公道 為什麼可以違法 你們都不敢來報告啊 要叫他來報告他不敢來啊 要來報告嘛 一休一畢啊搞清楚嘛 勞動部的官員到我們才可以開始開會 到開會啊來報告他不敢來報告啊 勞動部的人在哪裡 勞動部的官員要到才可以開始開會 勞動部的官員在哪裡 大家關心的是一粒一休是搞什麼東西嘛 來報告啊 向無緣處的要求議事長要把議事變更 江區組 不是 江區組 變更議程 變更議程不是第一次 變更議程不是第一次 人數夠有錄影為證 聽我們說到議事規則 你們說在野黨就可以變更 身為勞工的代表 身為勞工的代表 不敢面對勞工一雄一粒的問題 開放做討論 你們後援你們欺騙 關兩手策略 手一手要拿勞工的選票 一手又不敢面對政策 討論問題 還可以霸佔主席台咧 為了勞工的權益 這不是重大議題嗎 為什麼不能變更議程 民進黨你自己說清楚 口口聲聲說關心勞工 勞工這麼重要的議題 勞工這麼重要的議題 為什麼不是重要的議題 今天行政院已經要定案了 老團也跑到行政院去抗議 這麼重要的社會高度矚目的案件 為什麼不可以變更議程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昨天在錄音錄影的情況底下 我們有三位委員在場 包括主席 我們是開會的情況底下 變更議程 你們的招委 當年終於第一個議程了 藝術規則沒有人這樣處理的啦 台灣還是要有法律啦 這句話有民進黨講出來很好笑 民進黨的真面目 民進黨是選前假謙卑啊 選後真傲慢 真的是傲慢 民進黨 利用多數的優勢 強力強迫 遭委 變更議程 今天希望 大家能夠尊重委員會 委員會 遭委所排定的議程 應該予以尊重 希望民進黨 不要破壞先例 希望民進黨 不要破壞先例 希望民進黨 不要破壞先例 立法院還有民主嗎 立法院還有民主嗎 把勞團擋在外面 不讓他們進來開會 把勞團擋在外面 不讓他們進來開會 要譴責 民進黨 專制難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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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進以為 你們如果重視勞工的話 今天為什麼不敢討論 今天只是把你們的版本拿出來 公開大家好好討論 公司勞工請持續長期關心勞工 大家都不要跟妳比我還更關心 大家不要緊 大家都非常關注 新政院調出來一生一力的版本 為什麼不能公開好好的討論 溫馨勞工就把勞工請進來表達他們意見 立法院不是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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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開會為什麼不光明正大面 讓勞團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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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禁一位人 那就是得術暴利 你懂嗎 得術暴利 得術暴利 讓勞團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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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靜宜 委員你不要凸顯多數暴力 禮拜一好 禮拜一是因為你們強行用多數暴力 才通過那樣的決定的 禮拜一是國民黨懷疑 禮拜一的議程確認是國民黨的同意的 有關接勞工的議程就換給勞團進來 你根本連搞都搞不清楚 國民黨所有的黨都合一同意的 沒有表決 議程是大家都同意的 關心勞工到禮拜三下午才想到 關心就只關心到記者會結束了 禮拜一早上你們排的案 現在才想到會不會太晚了 就只關心到記者會結束就沒有了 禮拜一就排的案 為什麼禮拜三下午才要偷偷摸摸關心勞工啊 跟在場的記者朋友說明一下 因為這次王毅民委員的一個排案 是三天一次會 所以我們在禮拜一就做了議程的變更 那這個是經過委員會搭一個協調 而且沒有投票 那這樣給議程確認之後 要變更也要四加一 也就要五個人 昨天王毅民委員 在2點21分宣布休息之後 那5點多自己回來通通開會 所以變成有一個 5點10幾分回來再開會 然後自動變更議程 那這個是不合法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真的是 三天一次會裡面議程已經確認了 不應該做這樣的一個變更 而且即使要變更也都沒有通知我們 這個我們要質疑議事人員的立場 議事公正的部分 他也沒通知我們 我們所有委員都不知道要開這樣的會議 所以這個是一個幽靈的會議 所以我們不支持也不同意 這樣的一個議程的變更 所以剛剛提到其他委員會 或是所謂的委員召委 當天變更議程 我要在這邊說明 三天一次會是 禮拜一就確認了這次議程 那我們其他委員 所謂的當天變更是 當一天的一個會議 所以召委確實有這個權力 來做這個變更 所以我想這部分 我們要再次的澄清 因為我覺得這樣吵 是沒辦法把問題講清楚的 我們現在在民進黨團隊 是他議程的這個問題 是不正確的 那至於有關 這個週休二日的一例一休的議題 我們下禮拜 李淑恩 趙偉也會排 所以我們不是反對這個議題的討論 而是在這個程序的議程那個 不正義上面 我們提出抗議跟反對 違法啦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說明 是下禮拜我們就會排了 所以我們是反對他這樣的議程的變更是不合法的 一個幽靈會議怎麼可以同意他這樣來做呢 所以我想我們再一次來 再次做一個說明 因為剛剛實在這樣很吵 不是國會議堂上面 該有的一個崩壞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正本性 對阿這個很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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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議員 我們今天要聯繫來談今天所有的這個過程 第一個 大家不要輸紅藍 會把人亂出席 根本這樣講的 一個議員委會已經上會以後 他不理的話 比如說壓著議員來的時候 就要退任 然後這樣可以的話 議員政府 隨身上都不必有一事規則 好 也不會有直接提示吧 各位想想這樣可以嗎 那另外一個也是違法 因為有關議議員 議員變更 一定要開那個什麼變更 這禮拜一已經變更了我一次 我也是 然後禮拜一是大集合 不可能中間大概變更議員 你說沒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變更議員 即便要提呼議案都沒有空間 所以這很清楚的事情 提呼議案也要有分開 事實上這連提呼議案都沒有空間 所以這只有純粹兩萬幾個 你要叫 當部長來報告 老計王 這一定要來報告 所以有什麼 都會有意義的 對不對 那你要叫誰去 兩本會開 你不用開 我們讓你開也沒有關係 叫當部長來報告 周九二日 老計王 這個很重大事 當然要 還要送保安來 還要審議 所以 可以看出來 董事長今天 在立法院裡面 你們完全亂來討 這樣如果有好關係 大家不要哭 第一次鼓勵 請各位媒體 寫的時候 要把他講清楚 假如這樣可以 那我們立法院 所有事業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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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回家 這道理非常明顯 要直接做錯 然後 看見媒體這樣報告 又重複 立法院 民黨 民黨在 這個 這個道理要講清楚 是會有旗幟 拜託 請各位 把這個違法 我們決定 把他講清楚 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包含 控訴 這當然他們下期是 南美有所擊中 這沒有什麼好回答 不激動的會人也 大家都激動 想重點 想重點啦 你先做這樣 不會激動 不激動會人也 我也很激動吧 你看我 每一個都很激動 我剛剛想說 昨天晚上為了這個事情 我打電話給林德福 說今天有這種情況 大家先協商一下 那要怎麼處理重點關係 但是不要違法 即便要來做 請不擔心報告 我們結局奉陪 我總管他講的 好好 今天早上做演這次這一套 然後說什麼 他要什麼 那個 主命要支持 主務根本幹不下去啦 因為啊 因為比較重非法事件 他怎麼幹得下去啊 所以大家要把 自己弄清楚 林德福祉要出來講清楚 在我們總統說 林德福祉大家講的 在疫情大家現在談 他就是發動公式 好 這樣子 亂搞成大家 林德福祉大家 林德福祉大家 拜託好不好 好 名字 拜託對不對 你不就要不要描述我哦 你要不要 聖劇節 拜託 不是啦 拜託什麼啦 你不就要描述我 給你去唱 聖劇節 ちょいに衝臟 拜託私 拜託 拜託吧 唉 拜託 我要寶寶 我 拜託覺得 你花樣帶點 出現在的 拜託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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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會現在繼續休息 開會再次休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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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